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今週艾石策的金融密碼 上幾集艾石單托頂著 不是,下幾集 這集也是 這集是馬上出街的 馬上出街,太好了 說最近跌市 因為美國的債息就抽高了 有些很簡單的經濟理論 美國債息為什麼會抽高呢 就是美元貶值 有些什麼危機 我同時看到金價也跌的 金價也跌 債息抽高 然後股指也跌 沒有理由 代表人們寧願持貨幣 持貨幣也不持貨幣 衍生什麼呢 就是聯繫匯率下 理論上 或者傳統上 香港的息口 都不應該低過這個美息 每天都會高 每天都會高 如果美債高企 香港也有機會加息 現在的情況如何加息呢 其實大家因為這個理論 有一個震盪的市場 矛盾 矛盾 3月5日 星期五 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回前一晚 夜期的跌幅 即是3月4日 星期四的跌幅 去到28,500 那些位置 本社獎當然在這個位置拿了 哈哈 沒得頂呢 那我還未到這麼厲害 就在29,700沽下去 然後28,500又拿回 那是很難的 而且我真的很忙 我沒有空 雖然我正在帶谷 但是 講這些 講這些都是不是show off的 我整個實戰告訴大家 我如何面對這件事 但是這一集很重要 就是呢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 我是根據這個盤 給我的感覺去做操作 去賺錢 即是賺 一萬幾千 幾萬元 十萬八萬 其實是很少很少的事情 但是 這個 美國這個息口抽高 加上這個 美元貶值 是講全世界的人 都會很慘 在這麼大 大是大非面前 我不斷表演一下 炒東西 其實是於是無補 就是那個 那個行星 就是有個隕石 快要撞到地球 然後我跟他說 我請你吃飯 那頓飯 是沒有意思的 那頓飯 一定要找薛Sir來拆這件事 就是隕石撞到地球 然後說 喂 那我們現在炒什麼概念股 這樣 是啊 是啊 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不會死 是啊 還是怎樣死 是啊 這樣就 今集都沒有結論的 讓我慢慢想清楚 但是 現在呢 其實呢 我就覺得 現在這個三月 四月呢 都是調整來的 嗯 可能再多跌一陣 然後呢 又繼續升 是啊 跟我看法一樣 我看四月 我看四月大升 星事來的 四月 是啊 還沒升完的 嗯 那當然呢 這個隕石撞地球呢 就是在這個道指 終於都 真的倒下的時候 就是 什麼啦 然後呢 就會引發 很多金融的事件出來 但是呢 這個可能 不是 最災難性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只是災難的第一波 嗯 那 那 之後才會贏 不過呢 這些就 再遲一下 我再想通了才告訴你 嗯 那現在呢 就是說 這個 有幾樣東西 就是說 第一樣呢 就是這個 十年期 債券資息率 上升 究竟是 做什麼事呢 這個資息率是什麼來的呢 那上升又會怎樣呢 有好幾個不同的分析想告訴你 現在出的了?在哪裡? 什麼? 不是這樣 你按鍵吧 按鍵 我以為馬上要擲畫面出來 OK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每件事都有付出代價的 等價交換的 我講一個這麼大事件給你們聽 等你去準備 避過這一劫 或者趁這個危去找你們的機會 只不過是多少錢的價錢 可能都不用 可能又會加價 不加著 不會做這三個月的事情 一做就做半年了 就這樣說 按鍵